前文书咱们正说到啊 刚刚登基的雍正皇帝 就收到了大清朝西北的战报 什么事儿啊 青海法国 好家活的嘞 二十万僧众在查罕托罗海会盟 就是今天的青海湖边上 这里边不光有啊 这和说特韩国的蒙古人 还有藏人 咱们为什么说是僧众呢 因为这里边啊 得有小一半是喇嘛 那么说有那么多喇嘛吗 有那么多喇嘛 因为啊在这一地区做喇嘛呀 是个相当实惠的事儿 这喇嘛呀 不但高人一等受人尊敬 并且当初说好了的是三户养一僧 后来呢是七户养一僧 这喇嘛的生活标准呢越来越高 所以呢 大家是都愿意做喇嘛 那有人说呢 即便这样这喇嘛也没必要 就非得响应这世俗权利的号召啊 哎那您得看看 这世俗权利它联合谁了 这世俗权利啊 也就是罗伯藏丹军这十七家返王啊 他们联合了两大活佛 首先呢就是德庆寺的主持 查喊诺门喊大喇嘛 还有呢就是郭龙寺的主持张家活佛 当然了咱们前文书说了张家活佛还小 这责任肯定不在他 是这个郭龙寺的僧团的主意 这雍正皇帝本来是想过完年以后啊 水草丰美的时候 再进入青海去平派 这样呢后勤上就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可他没想到的是在青海 有人替他做主了 和这大清朝关系密切 没和这些人一同造反的亲王 查喊丹军呢 先带着人马去攻打了叛军 那结果那惹定是没打过人家 跑了跑哪去了 去河州啊老压关寻求这川山总督 年庚瑶的庇护 回头一看呢 哎惨了去了 跟着自己来的只有140人 这才让这雍正皇帝下定决心 咱也别等年后了 咱们立刻发兵青海部 这罗伯藏丹金叛乱呢 他是联合了准格尔韩国的 他已经知会了准格尔韩国的大韩 策望阿拉布谈 并且呢 策望阿拉布谈他表示了 一旦这青海啊 罗伯藏丹金反其一举 他在伊犁河谷那边就会响应 最初呢 这雍正皇帝虽然决定转过年来再发兵 但是啊 这些应对的措施可已经做好了 他早就安排了几路大军 首先呢 他就知会敬礼将军 弗宁安 他助手在屠鲁藩呢 这一下子呢 首先就切断了 这叛军和准格尔韩国之间的联系 其次啊 一是防止叛军的进入到准格尔韩国 二呢 也防止准格尔军队呀 跑来支持叛军 甘肃将军 做好防备 以防着叛军的往内地入侵 一支部队进入畅渡 严防着叛军入葬 这岳中奇等人呢 进入八堂礼堂 这叛军呢 入川也入不了了 很明显 这大清朝啊 在雍正元年的时候 没想进兵青海 但是也摆出了一副关门打狗的架势 那可是呢 既然这查汉丹金呢 在这个青藏高原已经把战火点起来了 那就没必要等了 这里边啊 还有个小细节 在这期间呢 这岳中奇曾经给雍正皇帝啊 写过一道奏报 说这皇上啊 咱们应该早进兵 趁这个叛军啊 现在啊 成军不久 立足未稳 他们内部啊 还为这个权力而斗争呢 谁当家还说不准呢 那咱们呢 就应该趁他在兵力部署不完善的时候 即刻出兵 陈我呀 知道皇上您怎么想的 您担心什么 您不就是担心这冬天来了 粮草供应不上吗 可是您别忘了 一旦大雪来了之后 这叛军和咱们呀 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 哎 这叛军主要靠的是骑兵 这牧草供应不上啊 这骑兵肯定会受到损失 可是咱们不一样 咱们还有炮兵呢 这绿营兵的重甲炮兵和八旗汉军的炮兵到时候可就使上进了 搞不好我的皇上打这场胜仗就在这个冬天 所以说呢 哎 这雍正皇帝决定当年秋天就用兵和月中旗的这封信呢 也有一定的关系 并且在经里呢 十三爷印象 哎 新上任的遗亲王 胸脯的雷的灯灯响 跟这皇上哥哥说了 说这皇上您放心吧 这后勤所有的工作您就交给兄弟我吧 兄弟我拼出命去呀 也会保障前敌的所有后勤供应的 那还等什么呢 十日份咱们就进兵吧 进兵啊 进个大和尚 谁做主帅成了问题了 要说呀 有这么两个好人选 谁呀 首先一个 十四爷允提呀 现在呀 在这个尊化皇陵 警陵上 给先王爷守灵的寻郡王 哎 您没听错 这会儿啊 十四爷啊 升级了 原来是个辈子之弦 现在呀 已经被正式 升为了郡王 并且呀 那可是雍正爷的亲弟弟 义乃同胞的亲弟弟 无奈呀 他是雍正的政治对手 他雍正能用他吗 不可能的事 所以呀 往这个西北用兵 大将军一职 这寻郡王啊 您就别惦着了 还有人呢 也能用 谁呢 哎 就是现在在西北的 静逆将军弗宁安 兢兢业业 并且对当地的地理 以及军事情况 相当的熟悉 可是他那个位置啊 太关键了 驻守乌鲁木齐 掐断叛军 与准战尔军之间的联系 防备两头的 这么一个重要角色呀 不能动 那这雍正皇帝啊 哎 就又想起一个人来 这就是现任的 春山总督年庚瑶 这年庚瑶啊 自量宫 哎 汉军相摆齐人 后来呢 就被抬进 襄皇旗了 但您可能会听到 相当一部分的言论 是这么说的 这 年庚瑶 是拥王府的 包一奴才 这话呢 说的 有的地儿对呀 有的地儿不对 首先咱们说啊 这个齐人 在齐的人 汉军齐 他也是齐人 在和这个齐主身边啊 自称奴才 是没毛病的 但是他至于这年庚瑶 是不是包一呢 哎 那肯定不是 年庚瑶家呀 他人家是这个 香白旗的正身旗人 不是谁家的包一奴才 包一是什么意思呢 是一句满语 呃 是家里人的意思 也就是说呀 呃 某人某人 他属于我 是我们的家里人 那当然了 这个家里人呢 和那个亲人 家人的意思不一样 哎 就是他隶属于我 那至于是不是奴隶呢 很难说 因为这个八旗贵宙啊 他有自己的奴隶 这些个奴隶啊 哎 那就真的得干活劳作了 他也不是包一 也不叫包一 那总之呢 干活的奴隶也罢 包一奴才也罢 哎 这年庚瑶都不是 并且呢 他之所以呀 哎 得跟这个 雍王爷身边 称奴才呀 他是因为啊 这应真做了王爷以后啊 香白旗化为他管 他成了这个香白旗的管事旗主王爷 所以呢 这才和年庚瑶家有了隶属关系 并且呢 这个年庚瑶回来的结局 大家都知道很凄凉 那为什么会导致这种结果呢 这年庚瑶本人呢 他也不承认 他是皇上家的奴才 他只认为 他和皇上家是君臣 您别看 这皇上天天把这个党同伐义啊 君子不党啊 挂在嘴边上 实际上皇上是想啊 结党不行 但是你要结成我这一党 什么党啊 呃 宝皇党 行了 这年庚瑶的身世 咱就聊到这儿 他之所以能成为福衍大将军呢 我觉得 他和是皇上的大舅子 是这个四爷家的包衣奴才 都没什么关系 个人能力强才是真格的 当年十四爷印提啊 在这个西北屈准宝藏的时候 他就是川山总督负责后勤 在印提给康熙的奏折里 没少表扬这个后勤队长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到了这个雍正初年 这年庚羊受到重用 哎 这回呢 主帅有了 主帅有了 封个什么官呢 哎 和前方的印提一样 亲命福衍大将军 只不过呀 和前方不一样 这回身上没有王衔了 哎 当然了 这印提身上啊 那王衔也是虚的 那么说就是光杆司令吗 那惹定不是啊 哎 这身边还配了一位副将军 就是岳中齐 这岳中齐自东美 要是论功劳上看呢 哎 这岳中齐 康永强三朝 那是拔了尖子的大将军 这屈准宝藏一战呢 说是印提打的 护送这个六世达赖朗姆的 转世灵童 回拉萨坐床 那硬仗 全是人家岳中齐打的 并且是长场都是胜仗 那这回您听见吗 平定这个青海 卢不藏丹金呢 同样这硬仗胜仗啊 也是人家岳中齐打的 还不光如此呢 咱们前文说 咱们聊过 哎 乾隆年间一打金川 那还不是人家岳中齐 岳军们 只身前往乐无为啊 就带着13名亲兵 就说服了沙罗奔投降的大清 这才结束了乾隆年的 第一次金川之战 咱们为什么要提沙罗奔呢 这会儿的沙罗奔呢 就已然跟着这个岳中齐将军 在军中效力了 岳中齐这会儿啊 已然能称之为军门了 因为这会儿他的身份呢 是四川提督 这军门一词啊 属于明代 在明代的时候比较高级 是称呼都府一级的大员 比如总督啊 巡夫啊 到了清代之后呢 就称呼啊 这一省最高的绿营兵的长官 就是提督啊 称呼提督 尊称军门 那有的那电视剧呢 混了蛋了 他称呼这个土海 屠军门 这不合谣性 土海没做过绿营兵的提督 他怎么能称之为军门呢 当然了 这种混蛋错啊 他我也犯过 主要是让那个电视剧带片了 到了咱们闲言少叙 还是书归正传嘛 这岳中旗啊 转过年来可就升官了 看来呀 这雍正皇帝 还是明白谁能打谁不能打的 赏伐分明嘛 这大军发兵啊 是十月份 转过年来的春天 就给岳中旗 加封了一个西北军中的十拳弦 哎 比这个大将军呢 差一点 什么呀 奋威将军 哎 您故事往后听啊 您就知道这岳中旗啊 在战斗当中有多狠了 奋威将军 这奋威二字 一点都不虚 听说这岳中旗领兵来了 前边的守将也好 喇嘛也罢 说他们吓的是屁滚尿流啊 一点也不夸张 因为事情原本比这就夸张的多 这帮子三大四的喇嘛 称呼岳中旗 都怎么称呼啊 他们都称呼岳中旗 为魔鬼六凡天主 那么说这岳中旗 究竟做了什么 把这群叛军吓成这样 咱们明天 邀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